8月29日,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互联网加留学服务平台整合建设及上线式运行情况。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程家才介绍说, 国家公派留学派出服务、国外学历学位认证、留学存档服务和留学回国人员就业落户已全部上线运行。 广大留学人员和用人单位可享受全流程、全听候、全地域的信任服务、全程信息、再信跑路、办事如同网购一样方便。 诸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各项义务成为现实,每年将有40万以上的留学人员因此稍益。 诚家才介绍说,开具电子征兆的条件和要求跟过去往下办理相同,但更加方便,第一,不用跑路了,第二,很多材料简化了。 我们认证,估计要提交你这个护照跟处境记录,就是没有实现数据构想之前,你一本护照有好几十页, 你即使是不跑路,上全这个材料,这个耗时,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能。 现在,这要实现人类识别,马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国家的一个数据共享平台,获取你的数据,所有的数据记录,你根本就不用上全。 据了解,2018年全年约有66万人出国留学,在外留学人员共有150余万人,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。 据教育部统计,去年一年有80%多的人学成以后,选择回国发展,严重的回国人数应该是52万,留学人员回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。 无论是在各个领域,在教育,科研,卫生,创业,各个方面,留学回国人员发挥的作用巨大,包括我们的院士,一些背景的留学人员越来越多,我们的校长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